八大欧洲趣闻 欧洲国家众多,风俗民情大不相同 加上天然环境的差异,各国便衍生出不同的奇闻、趣事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番 没有蚊子的国家,冰岛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被蚊子咬过的经验 但是在欧洲的这个国家,冰岛,却没有蚊子 世界上的蚊子大约有3500种 为什么冰岛却可以没有蚊子呢? 这实在是得益于冰岛所处的位置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交汇处 地处北极圈附近的一个低压中心 气候多变,无论什么季节都有可能下雨或下雪 由于冰岛没有池塘、沼泽等潜水地心 也没有适合蚊虫滋生的温度 所以蚊子无法在那里存活 丹麦人不说请 出国旅行时,游客大多喜欢学几句当地的敬语 比如说,你好,请,谢谢等 但是丹麦这个国家就算奇特了 他们不说请 原因是在丹麦语中没有请这个词 也就是没有英语中的please 因此在丹麦语中没有相对应的翻译 这确实令人感到很意外 虽然不说请 但这并不妨碍丹麦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在匈牙利千万不要碰杯子 在餐桌上,亲朋好友举杯唱饮 杯子与杯子轻垂撞击 是稀松平常的事 但是在匈牙利,宁可千万不要这样做 因为那可是触犯了匈牙利的禁忌 话说1848年 奥地利在革命中击败匈牙利后 奥地利人举杯庆祝 杯子与杯子互相碰撞 发出声响,庆祝胜利 但几家欢喜几家愁 对匈牙利人来讲 这是莫大的羞辱 从那以后 匈牙利人在禁酒时 再也不碰杯了 他们互相说一句匈牙利的 干杯 目光注视着对方的眼睛 就表示出其真诚的心意了 所以到匈牙利时 您务必要注意到他们的这个习俗 此SPA非比SPA 讲到SPA 你会想到什么 一个舒适放松的空间 跑着温泉 享受着按摩的画面映入眼帘 但是 我们今天要说的比利时SPA 可不是我们印象中的SPA 它可是比利时的一个小镇 一个名叫SPA的比利时小镇 然而印象中的SPA一词 也是来源于SPA这个小镇 SPA的历史可以追缩到 2000年前的古罗马时期 那时SPA地区有多处温泉 15世纪之后 这里成为了欧洲贵族 趋之若鹜的疗养圣地 18、19世纪 但是走向顶峰 欲满欧洲 也因此让SPA 成为了温泉的代名词 直到今天 这里仍然是热门的多家地 所以下次有机会的话 去SPA 享受一回SPA吧 欧洲最长的地名 欧洲最长的地名 你能想到有多长吗 竟然足足有58个字母 它就是位于英国威尔市的小镇 你知道这要怎么读吗 这么长的地名 不论是用说的 或者是用写的 可都是太费劲了 不过当地人也很有办法 在提到这个小镇的时候 他们将它简称为 Lanfair 或者Lanvaiapour 据说 这个小镇的名字 是1860年代 一位小镇居民特意取的 虽然这个小镇非常小 但它因为有这个特别长的名字 而火了起来 很多人来到这个小镇 就是莫名而来 在这里 把它的名字拍个照 留个念 小镇最好的拍照地点 就是火车站的站牌了 但由于名字实在是太长 以至于要站在对面的站台上 才有可能将整个地名拍完整 在法国火车站接吻 那是违法的 情侣之间你浓我浓 特别是在火车站告别时 更是缠缠缠缠 难舍难离 在浪漫的国度 法国更是如此 尤其在火车站 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甚至导致火车误点 和一些危险的事情发生 于是铁路部门在1910年 颁布了一项法律 禁止在火车站接吻 尤其在站台上更不行 但搞笑的是 直至今日 这条法律也从未被废除 但是也没有正式处罚过谁 欧洲竟然没有狮子 在欧洲的雕塑 绘画和著作中 狮子的形象常常出现 但是在公元1000年 欧洲狮子就已经灭绝了 曾几何时 在巴尔干半岛 德国 西班牙 法国 意大利和希腊等地 欧洲狮子是那里的常客 在罗马斗兽场里 他们跟聪明的人类勇士 熊猫的老虎和熊等搏斗 当欧洲狮子 步入灭绝时期 罗马人开始从北非和中东 进口狮子 狮子雄壮的外观 和威猛的气势 备受欧洲王室的青睐 因此 狮子便常常出现在 欧洲国家和地区的棋子上 小到一不小心 就误入其领土的国家 列治敦士登 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 夹在瑞士与奥地利中间 最初是由一个郡 和一个庄园合并而成 若开车沿它的国界线 跑一圈 只需半个多小时 坐上汽车 一支烟梅抽完 就出国了 据说在列治敦士登 是劲持在大斗坡上玩滑板的 因为控制不好力度的话 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滑到了瑞士 就是这样小的一个国家 也有被入侵的时候 2007年3月1号的早上 170名瑞士步兵稀里糊涂地越过了边界线 走了大约一英里后 才猛然意识到 已经入侵了邻国列治敦士登 于是赶紧掉头转身回去 瑞士方面随后表示道歉 列治敦士登则表示 他们甚至没人注意到 这些士兵曾经进入他们的国家境内 唉 大家都是街里街访的 平时经常互相串串门 没关系的 这次只是没有实现打招呼而已 小问题 看了这些趣闻 您觉得有趣吗 谢谢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